释迦牟尼佛呢问徐普提 徐普提譬如有人 身如虚名三王予以迎合 四身为大佛 徐普提言圣大 世尊呢就给他做个结论 何以共呢 佛说非身 世民大身 这个非身的意思呢 讲的就是法身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堂里面要讨论 一些地方呢 就是这个法身量 这个法身量呢 要能够了解 要能够呢 真正的导师常想说 各位啊 各位法是什么呢 心是什么呢 在这个法统传承啊 在导师啊 的法身量里面 当然同时也在妙宫主师呢 跟元道主师菲萨的法身量里面 这法身量呢 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得到啊 非常好了 不要说无上 不要说最上 最基本上要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相应 一个起因 一个相应 那这个相应呢 就要能够心印 要能够心印交换 那这个心印交换之前呢 最少要能够弃精 这个弃精这个呢 要能够吻合到 弃精呢 是什么呢 要能够上弃 上弃呢 诸佛之礼啊 诸佛所说的法了 上弃 诸佛之礼 下弃呢 你要弃精呢 这个弃啊 弃的意思啊 就是相应嘛 弃就是相应的事 弃呢 要上弃 诸佛之礼 下弃呢 众生之机啊 众生的机缘 众生的机运啊 机会啦 还有他的那个 那个缘分那一上 有机会顿悟 所以呢 首先 就要做到了 这个弃 就是要上相应 相应是什么呢 就是上弃 诸佛之礼 下弃 众生 之机 就 这个 要先相应到这一点 因为修行学佛呢 学佛的心啊 然后呢 为的是什么 度化众生 所以最基本的相应呢 你要跟法生量相应呢 就先相应这个 因为 跟法生量相应呢 其实跟你的老师相应 那你老师 你的老师的智与德 就是怎么样 学佛嘛 得佛之智慧 行德嘛 可度一切众生 你最基本的气 你就跟你的老师呢 一样 要能够气到这一点 上弃 诸佛自己 下弃 众生的 之机 在这个经 这个经呢 我们讲经书啦 种种的经典啦 这些的 经呢 是贯穿了 诸法生意 真正经典的含义 上品华言里面 经典里面的含义 贯穿了 诸法 一切佛法 的生意啊 真正为妙的 第一根本大义是什么 这个实相啊 到底是什么 而是在这个文字里上面呢 有点没意思 文字里就翻来翻去 说真的 文字里呢 你去了解他 或是文字里呢 你去怀疑他 变来弄去的老半天啊 跟解脱无关啊 出不了三界了 浪费了个时间 搞半天还在三千里轮回 下辈子又不知道怎样 再下下辈子又不知道如何 所以呢要能够啊 贯穿呢 贯穿呢 诸法生意 一切佛法呢 唯妙的地方 摄持总化众生呢 经典的意义在哪里 是能够 帮自己跟一切 还有一切的众生 一切的众生呢 自度 度他 自己跟所有的一切的众生 都要能够怎么样 都能够呢 有所圆满的超越度化 所以呢 是在摄持所化众生 经典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呢 就是文字 就是文字 你练了个千百万遍呢 有没有益处 有益处了 它是什么 进入你的脑子里面的深处 到有一天呢 四大甲额崩离啊 就死亡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 你因为很深入你的脑海里面 有机会这些经文呢 在你生死之际 有机会能够救你 可能有机会 但是一般来讲啊 很难啊 一般来讲非常难 你如果在做梦的时候 都忘了经典 那你死亡的时候更痛苦 你呢 突然被车子 砰一车撞的时候 那一刹那 你哪里能够把机缸器 背出来给我看 不可能呢 弹子刹那 那种剧烈是痛苦啊 剧烈呢 那种重疾之下 不可能 那死亡的时候 四大甲额崩裂的时候 更是如此 所以经典的意思呢 就是要能够贯穿呢 诸佛的生意 诸法的生意 一切佛法 它最为妙 它最根本 经典是只因我们了解 我们的佛性之用的 不是在文字上讨论的 诸法生意呢 就了解自信的意思了 要能够贯穿里面 所有的无量法呢 都是把我们导引到 了解到自己的佛性呢 称之为自信 就皈依自信 皈依自信之用 另外一个就是能够怎么样 经典的用意 在德上面 在智上面 是了解到呢 所有一些诸法的生意 贯穿诸法生意 那么在德上面呢 它是怎么样 摄持所化众生 整个法界无量众生 都是怎么样 都是要度化的 这一点就是经典存在的意义 佛所说法 存在的意义在这里 而不是用文字上面去探导 那么契金这两者呢 就所谓的佛法生 你看前面讲的 上戏诸佛之礼 然后贯穿了诸法生意 然后再看一个下戏众生之期 摄持所化众生 这讲的就是佛法生 这佛法生呢 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诗 佛法生诗之心 这个诗呢 细经能够做得好了 下一步呢 就有机会怎么样 心应的问题 心应呢 就是诗的部分 老师的部分 这个心应呢 你看看了 佛代祖师呢 在法要训里面 开门就写了 佛圣中为顿入 大致在十项理体 大致在十项理体呢 这个理呢 跟这个体呢 讲的就是 诗 诗就是你的 大致在十项理体 所以呢 顿入大致在十项理体呢 就是跟老师啊 开始呢 在心应交换 做到心应一如啊 所以他说 佛圣中为顿入 大致在十项理体 圆正一心 圆正一心的时候呢 你跟老师本身的 心应交换完了 两个是一个 这就是心应一如啊 两者之间呢 心应是同一个的 没有什么好疑惑的 就像成中六祖讲的 安民实施度 物了制度 然后呢 神秀呢 我们之前讲过 称 他赞扬 他赞扬 六祖呢 慧能呢 是无师之志 这些呢 都是什么 因为把师跟自己合为了 自己跟师合为 这就是说 那法身量做到什么 非常好的境界了 在法身量的相应的融合上面了 达到非常高的境界 就是能够做到心应交换 彼此间呢 心应一如 也就是呢 法要去一开始讲的 佛圣中为顿入 顿入 大致在十项理体 理呢 为一切佛法上品华言 体呢 就是你的老师 一切的传承 所以大致上十项理体呢 就整个法统传承 就是讲法身量的意思 法身量 简单一点讲 我们就称之为 法统传承 就是法统传承理念 所以当你这点 能够了解的时候 就 比较能够了解 法身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存在 老师是一个 什么样的存在 二代主持在法要学一开门 为什么就这么写 再次的练给你看看 佛圣中为 佛圣中为呢 就是所谓的修行者 要这么作乐了 一切修行佛圣大法的行者呢 是怎么样 顿入大致在十项理体 怎么样 跟老师呢 相应进入这个法身量理念 然后原正一心 达到心应交换 心应一辱 急身肉身成佛 是原顿法门 你跟你的老师 老师的老师 整个法统传承了 妙公主持 妙公主持在有什么 由老祖师大致王婆 所显化 就这样子 这个体呢 就回到最根本的地方了 就是 大致在王婆 大致在王婆 为诸佛法 身之总理体 众生佛性之本源 急身肉身成佛 至原顿法门 就在讲的就是这个 所以呢 在法要学的第一段里面 讲的就讲法身量 讲的呢 就是法统传承 讲的就是修行者呢 如何可以急身成佛的问题 而这个急身成佛呢 意思是什么 这一身的修正修行呢 跟本尊 本师大致王婆呢 何而为一呢 这是最高的心印 最高的就近 就称之为一法印 这是一法印印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呢 修行呢 到了 第二加行 正道加行 显现加行 这一路上去呢 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呢 你来看看呢 相似法身呢 初级呢 中级呢 一个呢 是新明星见性 一个是世明星见性 相似法身 初级的时候 是世明星见性 开始比较 超越了 反复的思维想法 有种种的一些试证出来 相似法身终极呢 是新明星见性 两个呢 哪一个新呢 都是可能的 都是可以的 有些从新明星见性入 有些人呢 从世明星见性入 不一定 不过呢 不管你从新入 或从世入呢 到最后呢 两者都是要有的 这样呢 相似法身的终极呢 才是完备 才有可能呢 进入相似法身最高级 以德为根本 以德为根本 相似法身最高级呢 就是一个德字 到入法性以后 就是一个怎么样 一个体的问题了 所以呢 不管是从新入 或是从世入 世入是有种种的感应 新呢 是怎么样 新开易解 这种物呢 跟我们入法性呢 达到法明星见性呢 境界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最少在新明星见性 上面的时候呢 对于所有的体位啊 周遭万事万物啊 那种自然能够看到 佛法的运行 能看到佛性呢 的唯妙喜乐 那就是已经是一种 很祥乐很棒的境界了 那我们在 相似法人中心的这个新明星见性里面呢 你看看他就提到一个东西 要能够做到转贪嗔痴为界定会 这点功夫呢 把它修好了以后呢 就叫做烦恼即是菩提了 贪嗔痴没什么可怕的 贪嗔痴也有佛性 只不过贪嗔痴出现的时候 你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贪嗔痴 立刻转换成为界定会 如果贪嗔痴出现了 涌现了 我们有足够的定理 能够把贪嗔痴呢 就转成为界定会的时候 那么贪嗔痴呢 涌现的力量啊 比较大 我们界定会呢 修老半天很亲近啊 也不晓得修出什么能量来啊 很低啊 可是你贪嗔痴的时候 能量就很高了 跟人家开骂的时候 哇那种气脉开通啊 血绪通畅啊 哇那百卖分赃啊 那个一下子呢 气脉就很开通啊 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气脉哪有不开通的 但是呢 吵架呢 把能量偏用的不好 如果呢 你在撑的时候呢 能够怎么 一上那之间 利用这个撑呢 产生了这个庞大的能量啊 本来是卓恶 无名的力量啊 把它立刻呢 转成心呢 是个一上那的亲戚 这个力量就可以 被你所用 就可以怎么样 拿来呢 很自然的开通 你的百卖之用 问题是 你要能够转得过来 你转不过来 落在怎么样 就落在贪嗔痴 无名之中了嘛 能够转得过来呢 这个贪嗔痴呢 立刻成为戒定会呢 莫大的 莫大的助力 帮助之力啊 所以我们常在讲 在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呢 贪嗔痴没有什么好可怕的 能不能把它变成戒定会 才叫功夫所在 所以呢 我们在大致在 无相解脱三昧 这个庞大的法门呢 大致在无相解脱三昧里面呢 第一层的功课呢 就称之为呢 无相解脱三昧 大致在无相解脱三昧 整个庞大的法门里面呢 第一个呢 的功课呢 就称之为 无相解脱三昧 无相解脱三昧 是做到什么呢 能够观身无常 观心无常 观法无常 观事无常 观气无常 能够先把身心法 士气这一切的存在呢 不执着 无常就是不执着了 那当你能够把身心 法士气 这五者呢 都能够放得下来 不去执着 不为之所束缚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做到了第一步了 无相解脱三昧 那么能够呢 得到这个无相解脱三昧的时候呢 那么内外法界的事项呢 就不容易影响到你了 而这个呢 观身心法士气的无常呢 事实上就是我们刚讲的 心明心见性呢 就是能够转贪生思维界定会 走下去的下一步 这个无相解脱三昧呢 当把这无者身心法士气 都观之无常以后 的下一步就是你的佛性呢 从这个无常就是空 那从你这个无常这个空里面 生出妙有来 这个妙有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佛性 这时候应该用佛性来主导了 因为我们的佛性呢 作为一切 所该的依规 所该的形式的法则 这时候就称之为呢 到下一个阶段 叫做觉悟无常正常用 在觉悟无常正常用的时候呢 这是很大的一个功课 因为它牵涉到 你有没有办法呢 我们有没有办法呢 入法心 如果这个觉悟无常呢 不为外相一切所束缚 但是呢 又没有把它当作是空的不要 对于任何一切相的存在呢 都能够以佛性佛法 来面对 来行使 这个才是真正的 觉悟无常正常用 这个才是叫做空有一如 这才是空中不空 空中妙有 这个行得好了 做得好了 我们就称为 身心大定解脱三昧 这就是大在无相解脱三昧的 第二个阶段 身心大定解脱三昧 修到什么境界呢 就是跨过了相识法 身最高级道 入法性 就在这个身心大定解脱三昧上面 能够做到了 就是能够做到 觉悟无常正常用 而无常在前面的无相解脱三昧里面 观身无常 观心无常 观法无常 观世无常 观气无常 从无相解脱三昧 进入到身心大定解脱三昧 觉悟无常而正常用 这个身心大定解脱三昧呢 做得到了 你已经安然了入法性里面 入了法性以后呢 就是正道法门的问题了 就第二加行正道加行 我们正道加行也跟大家多聊过 也都提过 这个正道加行是什么 助大自在自信佛位 一行三昧 助大自在自信佛位呢 就是入法性的意思 入法性就是助大自在自信佛位 安住在你的大自在自信佛位里面 安住在你自己的佛性里面 你的自己的自信之中的时候 依此而怎么样 去做任何一切事 没有起任何一念 三界内的散不散啊 贪嗔痴啊 戒定位 这些都不存在了 助大自信佛位一行三昧 依着自己的怎么样 佛性呢 随顺而行 自己的佛性是怎么走了 是怎么做了 就是这么走这么做 这么走这么做了 自自然然到有一天呢 机缘成熟了 机缘成熟以后就出了法身 法身呢是求不来的 法身是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没有的 没有一个依标 没有一个标准的 就是怎么样 在无所求之中 自自然然称法行之中 自自然然怎么样 随顺了你的佛性之中 该出现了就出现了 无机可行 他来就是来了 自自然圆满了 他就会出现了 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呢 就进入了所谓的 空不空解脱三昧 空不空解脱三昧呢 是怎么样 出法身呢 到八地菩萨 之间所有的修持法门呢 就在这个空不空解脱三昧 那空不空解脱三昧呢 说简单一句话 就很难做到 说心法呢 可以稍微呢 就提那么一句给大家 空不空解脱三昧 所以基本的一句心法呢 称之为 身外无身 心外无心 法外无法 这就是空不空解脱三昧 最基本的 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核心所在 身外无身 法身之外 再没有任何一身 肉身 化身 报身 这些都没有了 没有了 也没有什么 身外无身 也没有任何什么 佛身 菩萨 法身 罗汉身 众身 都没有 身外无身 这个法身之外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一心 云法界 跟整个法界 是一体的 法身就是一个 身外无身 如果在法身的时候 你还会看到一个佛菩萨 那你真的是问题严重 你哪来的一个对立呢 是个法身 怎么会对立呢 唯一处有机会看到的 只剩下就是你的老师 因为人家老师就是你的法身 你只会看到法身 而法身就是你的老师 就是法统传神 这就会牵涉到整个法身量 好 心外无心呢 心呢就是你的自信 你的自信之外 你的佛性之外 哪里还有任何一个存在呢 心外无心 心就是你的佛性 万法归一 依归何处 依归在佛性中 在你的自信之中 所以呢 身是法身 身外无身 心是你的自信 心外无心 整个法界 就是这么一个佛性 跟你是同一个的一体的了 法外无法 整个什么呀 整个法界就是个法性 法性之外 再无任何一法了 我们讲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扣不尽 不增不减 法外无法 一个法性就是具足过去 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所出了 乃至于善不善了 十二法界 一切众生所行 世间世出 有为无为 有学无学 具在其中 就是一个法性 法外无法 所以呢 在空空解脱三枚呢 若约列跟你提到个心法的话 那么就是身外无神 心外无心 法外无法 这个就是核心 空空解脱三枚的一个核心所在 当然呢 这整个庞大的结构 有没有机会呢 进得了去 进去了以后 有没有机会 做第一个基本的成就 就是出法生 那就随个人啊 姻缘啊 根系啊 什么啊 等等来讲的 那我们呢 刚刚有提到啊 要先懂个契经啊 契经其实就是了解老师的思维嘛 契经以后才能够有心印啊 彼此之间呢 来交换 心印来达到一如而为一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整个就是你对法生量的相应情况 能够做到如何 法生量了 在心印的整个庞大的过程里面 这个心印不二啊 最高的印就是诗嘛 以前我们也提过了 那在这个的过程里面呢 他就开始了 随个人因缘呢 根气不一样 有些因缘根气呢 就像六徒讲的嘛 法无遁见了 误呢 误呢 有词速了 有快的 有慢的 众生的根气呢 有利盾而已了 法呢 没有遁见了 是众生呢 的根气了 有利根 有盾根 差别是这样子而已 误有些人误的慢 有些人呢 就误了快一点 差别呢 就是在这里而已 那这些人能够明白了 以后呢 我们来看看了 当你呢 慢慢的 老师呢 觉得你的根气不错 你要新人 跟我在法生量里面 来做相应 相应了以后呢 考核了一段时间 觉得还不错了 以后 那就可能 你就可能有这个机会 真的是可能有了 很可能有 自古以来 我们看看了 这么多的高僧大德的传记里面 自古以来呢 从汉朝出家 一直呢 不要说到现在 到清朝好了 有多少的出家众 高僧传里面 才记载了多少人 整部高僧传 加起来才几百人 而几百人里面呢 除了在礼上面 顿悟了那些之外 真是有不可思议成就的 加起来又有多少人 不到一百啊 我真是数过了很多遍 真正的不可思议的 成就的算起来了 从汉朝啊 从汉朝到现在 真正有不可思议成就的 你把他名字列出来 所谓不可思议成就 不是说 突然之间闻到哪一个记啊 他的师父跟他讲了个什么 突然哗然顿悟 然后又回忆 一记 而说额说送约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 这个是新明星见性啊 是新明星见性啊 这跟我们所谓的入法新出法生是两回事啊 有一个人呢 一天到了 我想要去参悟 我想要去参悟 参悟了以后呢 这个老师也不行 那个老师也不行 后来就问到了一个师父了 问到一个师父以后呢 那个师父呢 就突然跟他讲一句 火神来求火 哎呀 那个僧人啊 一听啊 顿悟啊 真是开心啊 我自己就是火神 我自己就是佛性 我怎么还在求这个呢 真是大大的开心啊 我好像棒棒棒棒 跑回去原来的本山啊 就很开心 从后山就跑到前山了 老禅师呢 就被看到了 他说你在高兴什么了 他说我悟了 老禅师说你悟了什么了 一看就是没悟嘛 你悟了什么 他说跟后山那位大师呢 问法 他突然跟他讲了一句 火神来求火 我当下之间突然觉得 哎呀 就拥有这个佛性 就拥有这个佛法 怎么还在向外追求 就突然大悟 前山这个老禅师 就讲一句话 你根本没悟 你悟个屁啊 你什么都不懂 他就整个忍掉 整个就呆掉 他讲说好不容易刚刚悟了 后山了禅师了 大师才跟我讲的那句 我有所顿悟 这么开心的跑到来 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呢 前面这个老方丈 老师公讲 我根本悟个屁 什么都还没悟到 他就自以为很开心 他就整个很颓上了 很颓上了 就问了那个老禅师一句话 前山的老禅师说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悟啊 老禅师就跟他讲一句话 火神来求火 这下他真的悟了 各位 你听了你也悟不了 后面说火神来求我 他觉得他悟了 很开心的跑到前山来 前山这个老禅师跟他讲说 你根本就没有悟 他整个呢就 就都推上了 推上之中又问了前山的老禅师 那怎么样才可以得悟 他又问了 他又跟他讲一句 同样的话 火神来求火 他就真的悟了 各位 这个故事呢 听到现在呢 你是无理悟中了 你并不是呢 去悟了 很难跟你讲解了 很难跟你讲解了 那很多的 在做心印交换的时候呢 在指证上面的时候 授记上面的时候 很多微妙的地方呢 他就会开始进行 老师觉得你的因缘根气应该如何 看你宿命应该如何 就开始所谓的秘形 所谓秘形呢 最基本的第一句 秘形总词的第一句 老师私底下跟你说的话 老师私底下呢 跟你讲什么做的事情 就称之为秘形 那他是秘形的话呢 就不可与他人说了 为什么 因为呢 这就很牵涉到了 我们类似呢 在说服事业 类似有一个宗派 有一个宗派呢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 是很完整的 是很完整的 称之为唐秘 秘宗呢 是 跟现在的秘宗不一样 现在的大部分叫藏秘 唐秘呢 为什么称之为唐秘呢 是在唐朝的时候 最主要是在唐朝的时候 在唐朝之前呢 秘宗呢就已经 传入了中土 就传道的中土 称之为呢 杂密 称之为杂密 这杂密没有不对 杂密 杂密也是一样 就是很标准的秘宗 杂密呢 是以释迦牟尼佛呢 为本尊 释迦牟尼佛为本尊呢 称之为杂密 唐朝以后呢 由善无畏 金刚治 跟不空 这称为开元三大士 这三位呢 这三位天主的和尚 就是善无畏 很有名的善无畏 金刚治 还有不空 这三位呢 天主的和尚 在唐玄宗的时候 到了中土来 到了中土来以后呢 他们就发扬了 开始发扬秘宗 然后不空呢 又说金刚治 金刚治是不空的老师 叫他到狮子国 狮子国呢 再把他完整的 冠典的学回来 狮子国就叫现在的 施利兰卡 就完整了回来以后 翻译了两大部 一个称之为 胎藏戒 一个称之为 金刚戒 从胎藏戒跟金刚戒 这两大系统 经典的翻译出来之后 戒呢 胎藏戒呢 金刚戒 戒是法戒的戒 这就好像我们的 应该怎么讲 一大堆头的 一大堆头的 讲这个的 境界修行的方式 就这样 它不是一部经典 它是 它是好几十部 好几十部 上百卷 上百卷的经典 就胎藏戒跟金刚戒 胎藏戒跟金刚戒呢 从唐全宗的时候 翻译出来以后 这个称之为纯密 纯密 不是蜜蜂的蜜 蜜中的蜜 这称之为纯密 在胎藏戒跟金刚戒 翻译之前呢 称之为杂密 杂密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本尊 纯密呢 是以大日如来的 以法身佛呢 为本尊 这个就是 不管是杂密也好 或是呢 胎藏戒也好 或是金刚戒也好 这个合称呢 就称为唐密 那是非常非常正统的 就是从释迦牟尼佛时期的 早期的密宗 一直到中段时期的密宗 后段时期的密宗呢 那是另外的 就是我们现在呢 所知道后段时期的密宗呢 是进入到西藏以后 就称为藏密 杂密是属于后段时期的密宗 那在世尊呢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个 早期的言格了 我没有 没有加入呢 西藏那些本教的 那些的观念的时候呢 那就很标准的 就是在杂密的时候 你不要说人家杂密 听起来好像很杂很烂 你这些人呢 就文字一搞就 杂密的意思是 什么都讲 什么都教 教了很多很庞大 包含世间法 日常生活什么东西呢 这个佛法应该怎么用 都有教都有讲 叫做杂密 无所不交称之为杂密 纯密呢 后面的这个纯密呢 专止修行啊 赤地啦 境界啦 这些什么叮叮叮叮的 这个就叫纯密 你不要听到人家杂了 就好像 就好像怂掉了 就好像你听小圣就怂掉一样 你去修卢庵刀看看 你去修苦行生生看看 你根本就修不起来的 你修不起来才去修菩萨道了 不是吗 菩萨道比较好过的 所以呢 真正来讲就在这个 唐密的时候呢 就分成杂密了 太藏界跟金刚界 尤其在纯密的时候 金刚界跟太藏界呢 就两大系统 就是一直维持的两大系统 一直呢 在这个 这个在唐朝之后 一直到宋朝呢 都都还蛮不错的 唐朝呢 唐朝之后 那日本呢 日本呢 就很多浅唐史嘛 来学 浅唐史来学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就出了一个呢 日本呢 一代高僧 真的是一代高僧 红法大师 叫做空海啊 空海呢 就真的是 他们日本最了不起的一个大师了 空海来学 空海来学了以后呢 他成为第八代主 他还真的 说不解 就他一个人马上全部学会了 就带回日本去了 就带回了日本 那时候呢 中途呢 唐密还有 结果到唐武中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有三五灭佛嘛 在中国历史上 唐武中就把佛教全部给灭了 一灭了以后呢 唐密就不见了 唐密就没有了 是真的没有了 那不是还留下一点点 是彻底都 都被毁光光了 所以呢 密宗呢 到了唐朝之后呢 就整个是被崩掉了 结果反而存在了 扶桑 日本有 因为被空海大师带回去了 空海大师带回去了以后呢 他就开创了呢 东密 就东密 空海大师 空海大师的德意大弟子 叫做最成 最成 最成大师呢 他呢 就跟空海学完了以后呢 又开了另外一个 就称之为呢 台密 以天台宗啊 以天台宗的思想为核心呢 那空海呢 本身呢 是东密 日本现在流行的密宗呢 就是其实是 从陶朝传过去 一直到现在还维持了唐朝的 密宗 不是现在西藏的密宗 所以呢 日本两大派别 一个是东密 一个呢 一个在比郡山 一个在高野山 一个东密 一个台密 台呢不是台湾的意思 不是台湾的密宗 对不起 台密是指天台宗 天台宗的密宗 因为呢 当时的那个核心 当时的核心呢 就是空海呢 是跟天台宗呢 为核心开始学的 所以呢 在日本就分成两派了 分成两个 但是中子核心呢 都还是一样 一个是东密 一个呢 是台密 中土呢 到了 特别是到了宋朝以后呢 就整个 在唐朝就崩掉了 唐朝以后呢 这个唐密就崩掉了 崩掉 尤其到了宋朝以后呢 又崩一次 宋朝呢 之前呢 都还好 都还很不错 宋朝呢 尤其在宋文帝的时候呢 他就 还蛮有努力的 在推广国法的 宋文帝的时候呢 他那个时候就 的后期呢 这个 我们知道那个 密宗啊 有那个什么 瑜伽部跟 无上瑜伽部 那时候来的 他们先有那个 嗜序 行序 然后瑜伽序 无上瑜伽序 这个呢 又是一个 别的中派的东西呢 绝对不置一言 绝对呢 没有任何批评 没有怎样 他的嗜序呢 就是杂密 是完全一样的 非常棒非常好 他的行序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是台上界 非常好 他的瑜伽序呢 就是刚刚讲的 金刚界 非常好 只是呢 只是呢 在那个时候呢 在宋文帝的时候呢 后头呢 又推出了一个东西 就无上瑜伽 我们先讲这个 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用这个绝呢 它在密法里面 有一个叫做 福藏 有一个叫做密绝 密行密绝 然后密绝 绝的意思呢 是这样 就 欢迎做白话文 比较接近的白话文 叫做经 经书 经典 就称之为绝了 绝呢 就是密绝 是秘密传授 给你的经典 有点像我们的密行 有点像我们的密行 那这些呢 也都是很OK的 本来就是这样嘛 法不操传嘛 该这个音源根基 该消失缺什么呢 你的宿命音源什么 该教你什么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密绝呢 也非常之正常 只不过到后来 走到了了 无上瑜伽的部分的时候呢 大圆满大手印 这个部分呢 就十轮金刚 这个引起的 在中途 在中途里面的 的观念里面 就比较 比较 不容易接受 不容易接受的 这个所谓 无上瑜伽 那无上瑜伽呢 就是 一般来讲呢 就叫翻洗佛 翻洗佛法 什么 南里和和大定 喜乐大定 等等这些的东西 各宗各派呢 有各宗各派的修行 我们就 就没有任何的评论 但是基本上面 宋文帝就禁止了 无上瑜伽的白米 无上瑜伽呢 很多的部分呢 南里和和的修法上面 他就禁止了 他认为是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尤其中途的那个儒家思想上面 认为是 不应该是这样 不要是说他 就算是密宗里面 密宗里面 古代的 古代的密宗 我们现在讲的密宗 都讲 佛教 早期跟中期的密宗 跟藏密无关 跟藏密无关 都讲的是 世尊一路下来的 一路下来 所说的所谓的密宗 所说所谓的密宗 密宗呢 他一定要把什么 三藏学过 一定要把选宗学过 才可以学密宗的 密宗不是说 你突然就是说 我是修密宗 我不管 我不管三藏十二部经 没有 标准的密宗 很标准的密宗 一定要把所有的 什么金刚经 妙华莲花经 华岩经 这些都读到透彻的 然后才再去学 密的部分 显宗的部分要学到好 学到彻底才可以了 那现在呢 因为我不熟 我不熟 现在可能呢 藏密呢 有他们自己的 传递教导的方法 他们的 仁波切拉 阿哲哩啦 什么等等的 可能用他们自己的传承 用的方式 但是很标准规定的 很标准规定的 从世尊那时候规定下来的 我们所谓显宗的部分 我们所谓知道汉传佛教了 所以显宗的部分 他是要彻底学好了 才有讨论密宗的资格的 那么呢 他们的一个大师 那个大师叫什么 我突然忘记了 导赐论的那一个 算了 他们的第二代祖 称为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呢 在汉传佛教里面非常了不起 非常非常了不起 龙树菩萨里面 就是什么 开龙宫嘛 把华炎金拿出来的 龙蒙菩萨 龙树菩萨 就是我们 遵从一切诸金之王的华炎金 就是龙树菩萨 拿出来的 密宗第二代祖 龙树菩萨他也要求 他非常非常要求 比丘啦 就是出家众 不可惜名誉 就是第二代祖 他所说的 他是 基本上面 按照经典上面记载 他非常反对呢 行这个 就比丘啦 比丘出家众 不可以 不可以做这件事了 不可以行这个法的 这个 龙树菩萨 这是这么说的 他们的大师阿底霞啦 后面那个叫什么 真的是一时突然忘记了 中克巴 对中克巴啦 阿底霞啦中克巴啦 他们都很清楚的都讲 不可以修不可以做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那个无上瑜伽的出现 是一个很大的 我还没有时间呢 因为别的中派的东西 不好下断论 也还没有时间呢 真正的说去研究他们那个 到了第四个灌顶的时候 要这样那样 什么等等的 那道理道理是 是如何 那就先不管 先不管 这些呢 密宗承认一件事 很奇妙 禅宗是大密宗 你看那个禅宗啊 到最后以心应心嘛 不立语言文字啊 密宗也都是什么 师徒一对一的传授 都一样的意思 然后呢 禅宗呢 上通什么 诸佛之力嘛 刚讲的嘛 下呢 能够怎么样 对众生的什么 知己啊 他的根基因也在那一上啊 如何 所以你看看禅宗里面 根本就是大密宝 根本就是这个大密宝嘛 就是两个人之间 对谈 撒那 机缘 对了 啪一声顿路 这不是无上密 什么才是无上密 这根本就是一个 绝大的无上密 那在这过程里面 就像我们刚刚讲 在这个法身量的 这个过程里面呢 前面讲的要先弃精 然后再来能够心应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刚刚又提到 相似法身终极的时候呢 要你心明心见性的过程 你要能够转贪嗔痴 为界定位 这些呢 铺陈我们都铺陈好了 你再看看经典里面呢 经典里面给你考试 很惊人的 那个很惊人 你要吻合契精心应交换 要能够转贪嗔痴 为界定位 到相似法身最高级的时候 是以德为主 然后呢 要入法性的时候 是觉悟无常正常用 你听起来都好像很简单了 觉悟无常正常用 我们做一切都是无常度正常 佛心我翻给你看 那个佛心呢 太刺激的我就不讲了 真的很刺激的我就不说 因为那个是完全违反你的理念 完全违反你的理念的 那个就别说了 因为佛教的那个很神秘的 不能讲暗黑的一面了 佛教很神秘的那个经典 如果你不懂的话你看文字啊 你很容易 你很容易就迷惘掉 就错误掉了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比较容易懂的 比较容易懂 他说呢 菩萨摩赫萨成就无法 这个呢 在大圣阿批达摩经里面 里面讲的 他说菩萨摩赫萨要成就 五个方法 这五个方法可以怎么样 让布施 施布罗蜜 能够怎么样处得圆满 布施慈悸忍辱精心 禅定智慧 方便度厌度力度制度 是实地菩萨的过程 那布施呢是什么 就是出地菩萨嘛 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大家都知道 布施 怎么样子可以把布施呢 迅速圆满的方法 他说 菩萨摩赫萨 成就无法 做到下面这五者的话 你呢 的施 波罗蜜多 可以速得圆满 你可以很迅速的出法身 经典上面说的 契经上面说的 经典上面呢 这么个说 哪五个方法 可以让你布施 迅速圆满 成就 法身出来呢 来挑战你的观念 第一个 这佛经典讲的 不是我说的 各位请你去查一下 证明不是我说的 何等为伍呢 第一个 真应坑令法性 就是想尽办法 让自己变得很吝啬 第一条 我的天啊 布施的第一条 怎么样可以得到成就 得到出法身 就是要很吝啬 那天就根本 完全就是相反嘛 不行嘛 好来看看第二条 二者于师有倦 什么 这个倦是疲倦的意思 布施的 布施个几下 因为就起了好疲倦 懒得布施了 一师有倦 可以让你出法身 各位这每一条下来 真的很挑战你的 很挑战你的想法 第三个 正恶祈求 对来拜托你的人 很厌恶他 很讨厌他 这佛经说的 各位不是我说的 我再三强调 我不是这种人了 我也不是这个看法 但是佛经就这么说了 正恶祈求了 第四个怎么样 无占少失 做到最后连一点点布施都不做 连小小的一点布施 一厘米都不给 连这一点都不要做到 无占少失 第五个 远离于师 不但不做到 只要听到诗布施 这要干嘛就跑得远远了 各位你经常做到 不是没事开个什么法门 开个什么修法 你就有这五条 你做得很彻底 所以你法身的基础 你就建立了很好 这是佛经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怎么跟释迦牟尼 我说的完全不一样 跟师弟敏 说的完全不一样 你要搞清楚他 他是什么 他说了 讲说于义 就是讲一个佛法 隐秘转变 不知道你能听得懂 讲一个佛法呢 讲到他很微妙处 善不善法平等 讲一个佛法 讲到后来呢 怎么样 就是一切的 世间世俗法平等 有为无为平等 都是一体的 一和像 在这一和像里面 你看他做的这个 好像都是相反 都是不对的 就是跟我们理解的 正性 好像是完全不对 应该要布施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先来再看看呢 这个金刚金嘛 虚不提嘛 一和银合吗 对吧 我们上回已经讲过 两次了 这是第三次 跟各位再讲的 第三回讲的 唯摩洁经里面 唯摩洁跟须卜提说了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 唯摩洁经各位 你唯摩洁经有在旁边吗 我们之前有讲过两遍 须卜提对唯摩洁呢 别烂 打了天翻地覆 佛告须卜提 如行义 唯摩洁问极 各位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须卜提说 别别别 别叫我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次呢 去起食的时候 好死不死 他就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猛 你闯进来 他就去跟唯摩洁呢 起食 我为主就给他盛了 好好的一碗饭 还记得吗 盛满饭 跟他讲说 须卜提 你有怎么样的资格 能够吃这碗饭呢 我们再讲第三遍 他说呢 若须卜提不断 淫怒吃 你呢 淫怒吃不断 义不宜句 你就可以了 你的淫怒吃都在 既然不断他 又怎么样 又没有他 你就可以吃他了 他说呢 能够不减吃爱 起于明托 能够以忤逆向 沙夫沙姆 沙罗汉出佛生 小破和生 而得解脱的话 而且这个解脱 又不解不服 既没有解脱 又没有被束缚的话 那你就可以吃 他上面呢 又讲 非凡夫 非离凡夫法 非圣人 非不圣人 虽成就一切法 而离诸法向 你可以吃 你呢 不要归于释迦牟尼佛 你去归于那六外道 他们都下地狱 你也跟着下地狱的话 你可以吃 然后呢 又说 辱得无真三昧 我们讲 虚不提得无真三昧 一切众生也得 其疏辱者 所有不失你的人 都没有福报 你就可以吃 供养你的人 都会下三恶道 你就可以吃 以一切的魔 作为伴侣 你就去做魔 你不要做佛 跟一切的魔呢 等无有益 你就可以吃 对于一切的众生 有怨心 对众生呢 不要有慈悲心 要充满了怨恨 然后呢 荡诸佛 毁于法 每天呢 就骂释迦牟尼佛 每天就骂佛法 不入众树 终不得灭渡 辱若如是 乃可取实 各位还记得吗 虚不提被 伪摩姐 劈里啪啦地 讲这个完全相反的东西 虚不提的结论是什么 跟释迦牟尼佛讲 实是尊 闻此语茫然 不自是何言 不知已何答 便自波 欲出其色 听完 维摩姐讲的这些 整个就扛掉了 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来回答他 所以呢 默默的连他那个波都不敢达 不要说你们的饭不敢吃 连他放的那个波都不敢达 就默默的转身而出了 你看看维摩姐讲的这些东西 跟刚刚那个东西 是不是很相像 是不是完全都相反了 可是各位 什么是佛法 这一关呢 还能够在超越的时候 你就能够了解 什么叫善不善法 编德 你就能够在了解呢 法生他可以包容量 可以广大到如此 我们就前面的随便来说好了 他说呢 布施 布施 你要成就这无法了 第一个 真意 坑令法性 是什么意思呢 对 就好像 对众生能够呢 喜欢他 就法不操传了 非常珍惜的 每一个众生 每个姻缘的根系 都帮他非常的珍惜 每一个法怎么样 都很细心 很细腻的 一直导引他 一门深入而得成就以后 再怎么样 法上音舍 何况非法 再叫下一个 而不是呢 广开了 千百万法 然后众生呢 爱学不学的 第一条 真意 坑令法性 对于佛法 每一个众生 在密行密法 在跟他讲的时候 用尽了你的心血 一步一步的 想尽办法来导引他 把他非坑令 就非常珍惜 非常珍惜 众生的 佛性的众生的法性 所以他想坑令 就是非常非常是怎么样 看起来就好像 不传什么法给他 很难得传一法给他 不 他是非常珍惜的带领 从这个法一步一步 一门不断深入而去 这个才是 真的努力的法故事 不像导师 一下开这个法 一下开那个法 这个法开一开 没两个人修 这个法开一开 没两个人修 想尽办法呢 就开了演了很多法出来 所以我也是觉得 我不够资格了 不够坑令法性 为什么 法开了没人修 就是传法失败 传法失败就是操传 操传又如何面对主事 又开了另外一个 又开了另外一个 所以常常有时候 跟总教师就在那里感叹 那自古以来 人家进度中就开一个法 就念阿弥陀佛没了 就这样没了 那你要怎样 再传了一千多年了 就念一个阿弥陀佛就好了 很简单吗 有时候想想 第二个呢 于事有卷 你再看看他布施的 于事有卷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布施呢 布施到后来 就疲惫了 就疲倦了 布 他这个于事有卷呢 是对于怎么样 这个众生呢 这因缘根气啊 就像二代主事说的 众生呢 问一万个字 回答一个字就好 常常呢 就这个字里面呢 看他能不能有体会了 有时候讲了一大堆东西 有时候常常也跟各位提到 为什么 很多的法 很多的因缘啊 那些什么东西啊 不跟你说 说了 你就没有误的机会了 说破了你就没有误了 说了你只是去知道一件事 明白一件事情 你没办法去解脱一件事 你只要个解答而已了 你不是要解脱 所以呢 于事有卷了 看起来呢 不太想布施啊 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是希望你能够自行自信的 能够自己怎么样 去了解他 可是呢 老祖师做得到 二代祖师做得到 我常常觉得我这一点做得不好 我常常觉得我这一点做得不够 常常忍不住苦口婆心 一而再再而三 这里说那里说 各种方式来讲 所以这个其实我也觉得于事有卷 我也觉得我做得不够好 第三个你再看看 真恶祈求啊 来求你的人就觉得很讨厌啊 还故意的露出那种很真物啊 很讨厌的像啊 来祈求来干什么的 那菩萨不是应该是要很慈悲的吗 真恶祈求的意思是什么 是希望众生的能够想尽办法导致你 你自求内政 不是向外追求啊 你来祈求什么样什么样子的这些的呢 想尽办法让你的是什么 自求内政 不是向外追求 我也是外道啊 你自己的佛性是可以的 想尽办法导致你各种说法 来导致你 不要不是走这个了 你应该对自己的佛性 明了知道的 清楚的 你的佛性的功用 无所不能把它发挥出来的 真恶祈求 再来呢 逝者无战少失 常常就是兵目 有时候呢是怎么样 看你的因缘根系是如此 这个时候呢又 很难说 非常不容易讲 有时候呢 可以跟你讲个两句 讲个两句以后呢 你还不能够听得懂 那就先算了 就这么停息下来 这些都是等待什么 因缘俱足了 所以你看看他无战少失 这些都是什么 面对众生的因缘根系 喜气的时候的用法 真正在用的时候呢 不知不是一直给一直给 人家吃撑了米还硬给他吃也不对 人家呢吃不下的硬给他吃也不对 人家不吃这个东西呢 硬给他吃也不对 因缘不成熟呢 一个人他渴到没力了 一个人又饿又渴 又饿又渴的时候 一块大饼跟一盆水 他一定先喝水 你硬塞大饼给他 他就已经渴到 要是你再塞给他 不是把他给干死了吗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佛法有时候 尽心尽力在教 所谓尽心尽力呢 要怎么样 要知道众生之机 我们前面刚刚前面讲的 要能够下气众生之机 所以常常有什么 无战少失 又能够第五条 远离遗失 什么叫远离遗失呢 你的因缘根系不具足 有时候常常点名谁 或是怎么样子 有时候看到有些名字呢 就想说点了他 制造他的压力也没用 有些人呢就点了他 他自己呢 应该可以有机位 有这个机缘 但是呢怎么样 多一点点了 应该当做没听到 那就算了 就是所谓的呢 无战少失或是远离遗失 这些失呢 所讲的呢 都是讲弘法 都在讲法布施 并不是你以为的 财布施 在弘法的过程里面 在这个法布施的过程里面 众生的因缘根起 各式各样的是什么样子 你看这些看起来呢 都怎么样 都好像是不善法 可是你回头 站在法布施 在法身量里面 老师啊 这个密刑啊 密法啊 密寿啊 在跟你讲怎么做 怎么做的时候 你在看看 或是给你扶葬下去的时候 或所谓他们所谓的密序 也好啊 我们称之为密刑总词 你看看 你 根起因缘 在这一门里面要深入 先不要修别的法 就这一法 一直导引 一直导引 跟你讲这么做 这么做 这么一步一步的跨越 只有第一条 吝啬法心 再来 于事有卷 剩下了别的 别人修这样子的法 那个人修这样子的法 你呢 就修这一两个就好 不要再教你多 先把这地方超越同步了 我老师 当时叫我闭关的时候 相思法身 中级高级的修法 是什么 修定嘛 于事少卷了 各位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这个故事讲过很多遍了 在我整个闭关的八个半夜过程呢 二代主持连一个法都不教我 一个法都不教我 所有我身心境界变化 吃地打坐所有的过程 每一天跟我的老师呢 照三餐报告的过程里面 他都只有两个字叫做修定 就挂电话 连挂了八个多月 每次只要有任何境界变化 身心跟老师报告 二代主持就是讲修定就挂电话 修定就挂电话 这是什么 于事有见吗 争恶祈求吗 无赞扫失吗 远离疑失吗 坚令法性啊 每一条都是 每一条都是啊 我老师做了真彻底 我就是彻底的在这里面 爬出来的 从这里面穿越出来的 一直到有一天 我老师跟我讲 24小时之内开道场 各位这就叫法声量 这个就称为密行种词 在密宗里面称为密序 或称为福藏 这个法声量 是法统传承 法声量 另外一个东西叫如来宝藏 法声量的法统传承 跟如来宝藏 这个真如道场 我们下场再说 我先汗牛加倍了